南海仲裁案 这个在国际法上 势必会成为教材的案例 在身为侦探的我这行来讲 真是格外有几分魅力 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各方强旋的脚地 扑朔迷的真相 真是一个有趣的案件 带我来查一查 哎 肖洛克 你不讲出来谁知道啊 哦 嘿 华生 我们进行到哪了 我要把你的案件 记录到布鲁格啊 哦 好吧 那你先把这个南海的背景资料 帮我key下来好了 这个南海海域啊 先给我等一等 这些基本常识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还怕你不问 南海海域面积有 350万平方公里 是一个被中国大陆 台湾 菲律宾群岛 马来群岛及中南半岛 所围绕的海洋 其中有超过200个无人居住的岛礁 南海是国际主要运输航线 具现运藏着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大家抢着药 都算是自己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 哦 不错哦 好了 讲完了 你可以解释南海仲裁案 到底塞仲裁什么了 好 简单来说啊 就是中共抢走了黄岩岛 菲律宾就告上国际仲裁厅 但中共不但不承认这个官司啊 还变门加厉在南海造岛 惹得美国呢派军舰前来示威 我国就跑到太平岛宣誓主权 但这个仲裁案啊 仍会继续进行 结果呢 大会在五月底六月初那边 结果出来了 就这样 等等 你这个简单讲 为什么也太简单了吧 行慢慢来 各国在南海的主张是什么 天哪 我还想说你蛮懂的 算了算了算了 我国对于这个南海主张啊 是拥有历史性的权利 具体为U线型 又称为九段线 而现在以内的水域以及岛屿都归台湾管 而台湾实际掌管的呢 只有这一小部分 中国则是完全沿袭我国的主张 完全一毛一样 这个越南与菲律宾呢 也都是主张历史权利 也都划定了各自处权海域线 以及师资控制了许多的岛礁 好 然后是黄岩岛被抢 这个我听过 黄岩岛位在地图这里 从以前到现在 菲律宾就跟中国抢来抢去 2012年中中国抢赢了 菲律宾束手无策 不过菲律宾就依据海洋法公约 对中国提起仲裁 不过也不能说告就告吧 是用什么理由呢 他们是控告中国声称的 九段线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还有啊 菲律宾认为 南海大部分都是礁不是岛 所以中国就不能在这里宣称主权 哇岛和礁还有差哦 差很大 如果是岛 那它向外延伸200海里 这都叫经济海域 都可以开采资源 如果是礁的话呢 就不行 反正啊 如果你想要在南海开采石油 或是在这边捞鱼 都要在这边有岛 接下来我也知道 菲律宾就告下去 可是中国完全不理啊 从去年7月7号到10月29 总共办了7次听证会 中国一次也没有参加也不承认 拒绝接受菲律宾任何刑事 有关此案的和解建议 然后仲裁法庭就宣布 5月底6月初会做出宣判 没错 但中国还是会拒绝参加这场仲裁 不只如此啊 从2014年底 中国还开始加强南沙岛礁的填海造陆工程 哇 想把礁填成岛啊 然后老大哥美国一看这个状况不对啊 立马派军院入南海 又行动表示美国不接受这种填海造陆的行为 而且还坚决主张南海的航行自由 但我不懂 台湾总统当太平岛宣誓主权是 出来是要存在感吗 哇 华生你真的很敢讲耶 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哦 刚刚不是说菲律宾为了要论证 中国的南沙群岛都不是岛吗 他们就说啊 你看太平岛这么大都不是岛啦 中国那些小岛就根本不是岛了 台湾一听 哇气坏了 马英九总统立刻就登岛宣誓主权 哦 哦 那对南海重残有什么影响呢 呃 你说台湾这样做吗 没有影响啊 只是趁机发生一下而已 一般来说啊 还是菲律宾有可能赢得这场官司 富比式的专栏作者Ralph Jennie就分析了 菲律宾会因为胜诉而获得自己国内掌声 而与菲律宾立场相见的越南呢 也会赞扬菲律宾的胜利 但中国啊 一定会否定这个判决啦 继续强调九段线的说法 然后继续再派飞机啊 降落某个小岛去宣誓主权 而其他各国会继续在南海各行歧视啊 捕鱼都捕鱼 采矿的采矿 各方宣称自己领海的态度呢 不会改变啊 OK 那台湾呢 因为中共的主权宣誓呢 跟我国是一样的 所以菲律宾一胜诉啊 就等于台湾的九段线主张 被宣判不合国际法 不过钻研相关议题的关键评论网 专栏作家李立明在文章中就分析啊 我国光是要维持太平台的经营 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根本没有这个军力跟能力去控制整片南海啊 所以实际上对我国的影响呢 不大 好 接下来你可以用这个小不拉戒电脑 把我的结论给记下来了 南海争议呢 其实是中国与美国两大强权冲突的体现 中文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辉就分析了 蔡英文上台后啊 台湾就会加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 不过在南海问题上呢 加上美国与日本的介入啊 会升高紧张情势 台湾要选边站 如何处理就是个挑战 以台湾的角度来说 最好就是大家坐下来谈啊 互相签署协定 把这个争端放到一边 这样才能和平嘛 但是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没